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这期我们来讲一下川字长 川字长的人不分男女 大多数都是精明能干的 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 但是胆子比较大 做事很容易 比较急躁,比较冲动 没有考虑的特别清楚 显得比较鲁莽 川字长的格局都是这样的 比较放得开 胆子比较大 这种人跟六亲的缘分比较淡薄 生活当中夫妻经常会有口角 甚至有离异 那么女人川字长是不利 尤其是对于婚姻来讲 由于川字长的人过于独立 跟传统的女性观念是不合的 尤其是在现在生活 现在社会 川字长的首相 女人是非常的优秀 现在商业社会 很多女人赚钱比男人还厉害 不但是更容易在事业上获得成功 而且具有聪慧 美貌等等特质 仍然是可以成为贤妻良母 辅佐男人的事业的一种特点 所以说川长的这个女性 不适合早婚 晚婚的话可以让自己变得比较成熟 不但是事业型的 而且还能够成为贤妻良母 另外可以找一个适当比自己年纪 稍微大一些的 能够震得住自己的 让自己感觉比较崇拜的人 否则的话 就容易在婚姻当中有一些问题 找一个比较小的男生 那样的话 或者是对方压制不住你 你就很容易在婚姻当中 显得过于强势 对婚姻当中形成很大的压力 看事业的话 这种首相是更有发展性 这个川长是一种成功的标志 可以 如果是说晚婚的话 会适当的晚婚的话 可以把这个家庭的一些这个丈夫啊 另外一半的也能够忘记了 这个自己自身的事业运势本身是不错的 这是川长的一个问题 好了 川长总体来讲是非常不错的 就是说有点这个形式比较大胆 比较这个 比较这个热爱 比较崇尚自由 过分的独立 所以在婚姻当中呢 过于早婚的话 心性没有成熟的话 就很容易带来一些不合的 婚姻不合的一种现象 总体来讲还是不错 事业运势非常不错的一种特点 好了 有关这个川长的一些问题呢 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上玄机 我们下期再见